最新消息带您来关心 负责桃园县归山乡塔辽坑溪上游 至红池工程的承包商 涉嫌将强减排入了溪流 环保局发现营造公司涉嫌撕接了软管 用马达将没有经过处理的工程废水 直接排入溪流当中 这PH值高达了11.2 属于强减性的废水 除了要求包商立刻停止排放之外 也依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 最重可以开罚14到60万元 最新的字幕就开始进行